宏奇拉夫国门所在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宛如一座云端上的县城 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 塔吉克族在高寒山区与自然和谐共生 拥有多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那其中塔吉克族的婚俗就是其中之一 您好 塔吉克婚俗是塔吉克民族的一项重要礼族 包括择亲 提亲 定亲 击鼓祝福 迎亲 结婚仪式 婚后三日接面纱等等多个环节 每一项程序都富有文化内涵 塔吉克婚礼的仪式十分隆重 一般选择在秋高草莓 牛羊肥壮的季节 广宴宾客 婚礼要再歌再舞举行三天 第一天 远近的亲朋好友都要穿上最好的衣服 带上礼物到主人家进行祝贺 大家在院子里打鼓 唱歌 跳舞 这个就是新郎的服装 像头上戴的那个红色表示是红红活活 白色表示的是白头偕老 这个撒面粉是什么意思啊 撒面粉是最高的祝福 在新郎肩上撒面粉已是祝贺 因为塔吉克族认为 面粉是最纯净的物质 通过撒面粉祝福 是最古老的仪式之一 祝愿两个年轻人互敬互爱 白头偕老 婚礼第二天为娶亲日 新郎在一位已婚青年 和一批未婚青年的陪伴下 吹打着乐器 高唱着结婚歌曲 浩浩荡荡地来到女方家 当我们到达女方家门口时 村子上的男女老少 正在尽情地唱歌跳舞 新郎新娘的左右手指上 戴着既有红白绸条的戒指 象征着吉祥和幸福 新娘头上盖着红绸巾 脸上蒙着一块长长的纱巾 第三天 当这对新人到家时 亲朋好友要将面粉 撒在他们的身上 参加婚礼的人 一直会欢聚到深夜 婚后三天 新娘才能接面纱 新娘的红色衣服和首饰 婚后需要穿戴一年 但不是一套婚服穿一年 男方家要准备 十二套婚纱 以备换着穿 新郎和新娘服饰上面的 塔吉克刺绣 也都是国家级飞仪 婚礼过后 我们拜访了塔吉克刺绣 飞仪传承人 古丽米莎 这个新娘子身上穿的裙子 以及她的大衣 这上面全都会有 这种塔吉克的绣娘们 绣上去的刺绣 那一般这些刺绣的图案 它都来源于生活 比方说像山啊水啊 太阳啊 花草树木啊 我们都可以 这种抽象化的方式 绣到自己的衣服上 是这种花边 这也寓意着塔吉克人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喜欢用这种 红色紫色粉色 这种艳丽的颜色 跟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 形成鲜明的对比 新郎的服饰上 通常会绣有 代表吉祥幸福的图案 而新娘的服饰 则更加注重细腻和精致 以展现女性的温婉和美丽 新娘的帽子 一般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才能完成 她在纯手工刺绣的时候 她是很享受这个过程的 她并不觉得辛苦 而且像她说 在她妈妈那一辈的时候 没有这么多的颜色 这么丰富的线条 然后她们呢 也会继续去创新 继续去把这份传统文化 继续这个传承下去 我会继续去创新 我会继续去创新